搞什麼飛機啊 你知道我在看什麼嗎 是的 我在看的就是 我是永和人 想認識這個版主嗎 這個版主呢 的出場還有主題曲 摔到分手 安全感不公 跟著雞根一起GO 跟大家深入介紹 那就是我們 我是永和人的版主 王俊兵 哈囉 大家好 我跟王俊兵 都是我們 復興班 來到這個很豪華的地方 加一百八十萬 大概五十十萬而已 真正的好材是在我們 永和竹林路上的 那個一瓶大概八十五萬 八十五萬九百萬 我的印象當中 是一個百貨公司 我念書的時候 我們念書的時候 對不對 對啊 紅原百貨啊 這個社團 很多粉絲 現在目前大概有 十五萬人 十五萬人 會不會有 女粉絲 私訊你 這個 到時候我老婆看到怎麼辦 老婆不要看 就算有我也不可能 直接在那邊講好不好 不能承認對不對 永和 五點五平方公里 我們的戶籍人數是有 二十一萬九千多人 有可能 你走在路上 不小心一個招牌掉下來 就靠 找到全部都 永和人 我是永和人 這個社團 這麼特別的 對啊 我們是 全國第一個地方社團 成立志工 然後深入社區服務 我們目前的志工組織 大概有五六十個以上 號召大家 一起來做愛心 對 一起來有能力的時候 一起來幫助別人 這麼多 對 我是永和人 會不會很難管理 這當然是非常難管理啊 我們也有十個管理員 尤其現在社團是省文字 PO廣告問貼廣告 對 亂攻擊都不行 對 而且我們社團管理員 裡面還有律師 所以如果說有什麼法律問題 也可以請教他 最主要他們都是糾察隊啊 我是永和人 很會掉東西 真的是蠻會掉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掉 皮包啦 手機啦 釣狗 釣鸚鵡 釣小鳥 什麼都釣 幾乎可以釣的東西 幾乎都釣了 就是有一個女生 就是他釣了一隻狗 審核的圖當中 然後發現下一篇文章 居然是有人撿到這隻狗 結果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把這兩篇文章 一起把它審核出去 直接在社團裡面就相遇了 哪一個是代表 我是永和人 第一名的美食 就是在我們中和成功路這邊的 有一個大樹下面線 上個禮拜的時候PO一篇文 也幾千人享譽 然後這家的麵線的大腸 還有它的蚵仔 料又很多 然後小小一碗 再加上它特製的辣椒 真的是非常好吃 那你有沒有什麼喜歡吃的美食 這一家呢 應該有三四十年歷史了 那 三四十年 我應該有吃過吧 對 第一次吃過它是在 在永安菜市場的門口 搬到永和路 後來又搬家了 搬到 寶坪路 最少吧 就是最少麵 非常好吃 這個是我心目中呢 永和非常棒的一個美食啦 剛剛 聚賓跟我所講的 你如果覺得認同的話 麻煩囉 記得趕快在下面留言喔 看完影片之後 一定要 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你的 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